黄马在欧洲超级杯的比赛中,赋予同城对手马德里竞技,从一开始就错过了六冠王的机会,失掉一贯未尝使世界末日。 只不过黄马如果不思辨的话,恐怕会在接下来的赛季中处于不利地位。反观对手巴萨,在夏天一次买来了阿图尔、朗格莱、比达尔以及马尔科姆,不可谓动作不大。 重要的是,巴萨在和黄马的隔空较量中,已经先下一筹,拿下了西班牙超级杯的冠军,暂时领先黄马。 这还不算完,巴萨并不打算停止自己的演员脚步。 有一位中场大将,可能正在到来的路上。 日前,据西班牙媒体每日进球报道,事实上,巴黎中场拉比奥特,已经在加盟巴萨的路上了。 近几个星期,身价5000万欧的拉比奥特,已经拒绝了大巴黎的续约邀请。 他已经是铁了心决定离开球队,而巴萨正好准备趁虚而入,拿下这位性价比高达中场汉将。 巴萨寻购中场也算是废了一番周折,经历了皮亚尼奇、埃利克森以及伯格巴等中场汉将以后,巴萨出其不意地拿下了比达尔。 在大家以为巴萨打算停止脚步之时,拉比奥特的绯闻又传到了球迷尔中。 这让大家意识到,巴萨本赛季也心颇大,欧冠才是他们的最高目标。 不过,巴黎无意就这么轻易放走自己的中场大将,巴萨可能要被一些周折。 不过,巴黎主教练图赫尔,倒是对拉比奥特的离开持开放态度。 据悉,图赫尔表示,拉比奥特的未来取决于他自己的意志,自己虽然并不希望他离开,但是决定权在他自己手里。 而巴黎主席纳赛尔心里却有一个小算盘,他希望能够得到巴萨镇中的一员大将。 这位球员就是在转会窗口风雨飘摇的地心登贝莱,世界杯的表现不佳,以及马尔科姆的到来,本来更加将登贝莱推到了悬崖边上。 不过在西班牙超级杯中,登贝莱以一记惊天射门,攻破了对手的球门,奠定了胜局,堪称巴萨首冠的绝对功臣。 而巴黎各一直想要得到登贝莱,现在刚好巴萨看上了自家球员,来个球员交换好像并没有这么复杂。 不过梅西可能就要深思熟虑一会了。 他刚刚对登贝莱表示赞赏,现在可能马上就要分离了。 无论怎么说,巴萨在转会市场上,锐意进取的态度,已经可以让自家球迷放心了。 倒是黄马,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。 刚刚被马静虐过的黄马,如果还不在转会市场好好买人的话,恐怕在联赛中要继续被巴萨虐了。 马静虐完巴萨虐,相信这是黄马球迷不想看到了。 不过,这一切都掌握在老佛爷的手里,就看他的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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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